听到朴智宇的回答 金秀慧的嘴角终于露出了一抹满意的笑容 事实上金秀慧撒谎了 没错 他这些年来的确是被朴光泰冷落了 心中对朴光泰的确是有怨恨 可他之所以要对朴光泰下死手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朴光泰对于他跟司机 似乎已经有所察觉 以朴光泰的形式作风 一旦他确定了事实 那肯定就会将他置于死地的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金秀慧才会如此急切地 想要怂恿朴智宇上他的贼船 一起要了朴光泰的性命 一旦朴光泰死掉 那按照现在的遗述 朴智宇将会直接接替朴光泰 成为普世财团的新任掌舵人 如此一来 他不仅可以再无性命之忧 而且以后还能母凭子贵 成为普世财团之中 权力仅次于儿子朴智宇之下的存在 到那个时候 他就能够将朴光泰的那些女人 全部都踩在脚下 至于朴光泰 要把继承人的位置 传给朴智宇的事 也同样只是子虚无有而已 不过只是金秀慧为了哄骗朴智宇登上贼船 而故意挑拨的而已 除此之外 还有那大桓丹的事 除了为了要救儿子之外 金秀慧之所以怂恿朴光泰 拿出大桓丹来救人 很大的原因 就是要断掉朴光泰的后路 毕竟 若是朴光泰的手里 始终握着一个 能够近乎起死回生的大桓丹 那就等于是多了一条命 现在 大桓丹已经没了 那他们杀死朴光泰的几率 就大大增加了 这便是金秀慧的计谋 一路豪门深似海 豪门不简单 金秀慧这个在豪门中 禁营了几十年的女人 同样也不简单 另外一边 龙果 那天晚上 陈东从东韩回来之后 第二天便开始着手 重建黄金炸的事情 索性 当时消防人员来得比较及时 黄金炸受到损失的 也不过只是门店内的设施 以及装修而已 楼房建筑什么的 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损害 而设施装修这些 又都是花点钱 很快就能解决的 所以 重建起来 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陈东没有找别人 而是直接找来了杨老板 没错 就是当初那个 为他修鱼塘 修学校的那位杨老板 这一年来 杨老板靠着他那 惊人的工作效率 生意越来越好 公司也是越开越大 如今杨老板的公司 不仅涵盖了建筑 甚至连装修这些 也都包括在内 杨老板自然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那边合同都还没签好呢 他就亲自带人过来了 当场就开始了施工 可咱们杨老板 那可不是一般人 陈东自然也不会用普通的标准 来要求他 陈东给他定下的施工期限 是七天 七天之内能够完成重建 而且各方面的质量都要过关 才能算是成功 否则就是失败 事实证明 杨老板还是有实力的 第五天的凌晨 陈东还在睡着大觉 便接到了杨老板的电话 东哥 咱这边完工了 你要不要过来看他 陈东黎黎乎乎的 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手机 凌晨两点五十八分 顿时气得想骂人 大哥 你有没有搞错呀 这么晚了 你让我过去看工程 赶紧睡觉 有事明天再说 丢下这句话 陈东不由分说 直接就挂了电话 第二天一大早 陈东带着姚宇路薛一仁他们 便直接去了黄金栅 结果刚到门店门口 顿时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讶到了 只见几天前 还一片焦黑废墟的门店 此刻彻底焕然一新 不仅如此 就连装修风格 也比之前要更加时尚了一些 整体效果 甚至远超最初的状态 不只是黄金栅 连同旁边的那几家门店 也同样都是焕然一新 那几家门店的老板 见到陈东 全都是笑脸相迎 纷纷感激 原本他们店里着火 他们是想要自认倒霉的 结果现在 陈东不仅承担了所有责任 替他们重建 而且还见得比之前还要漂亮 而从始至终 他们都没有花一分钱 他们这一次 算是因祸得福了 自然是满心欢喜 怎么样 东哥 你还满意吗 看到陈东过来寻店 杨老板赶忙兴冲冲地迎了过来 陈东二话不说 直接把黄金栅所有门店 装修权的合同 递到了杨老板面前 啥都别说了 先把合同签了再说吧 看着面前的合同 杨老板顿时激动地满脸通红 多谢东哥 您可真是我的贵人啊 哈哈哈哈 一年前 杨老板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包工头 手底下也就只有一个小小的施工队而已 结果现在 多亏了陈东的几个大单子 算是彻底让杨老板发展壮大了 拿下黄金栅这个合同 杨老板这一次 算是真的也报复了 看到杨老板如此激动 陈东也只是一笑而已 在陈东看来 杨老板能够得到这一切 都是他应得的 随后 陈东再没有废话 直接便对姚宇璐他们说道 姚姐 通知员工吧 咱们黄金栅 今天重新开业 此话一出 姚宇璐他们也都是激动不已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经历了那么大的一场火灾 他们黄金栅竟然还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重新开业 黄金栅重新开业够快 那些员工们的速度更快 在姚宇璐在群里发出开业通知之后 不到15分时间 所有的员工便已经全部到期 又经过了十几分钟的准备 黄金栅终于在正常营业时间 直接开始了新一天的营业 经过了几天的沉寂 黄金栅终于再次热闹了起来 看着眼前重新变得人满为患的门店 陈东的嘴角也是露出了一抹满足的笑意 正当这时 陈东却是忽然感受到了什么 目光回头看向了不远处街边的一辆宾利车 眼神微微眯起 与此同时 宾利车里 后排座椅上 两个身影正目光直直地 看着不远处重新开业的黄金栅门店 正是崔智盛跟崔批父子二人 这父子二人 之前听说黄金栅已经重新开业的消息 全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眼前黄金栅繁盛的景象 崔智盛简直是越看越心烦 直接便催促司机开车走人 可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却是忽然穿透车窗 在崔智盛跟崔批的脑海之中响起 来都来了 不让进去坐坐再走啊 话音刚落 繁琐的车门就被人轻而易举地从外面拽开 一个身影二话不说 直接便坐了进来 当崔家父子看清对方的面容时 顿时吓得活都快丢了 陈东 怎么是你 上次陈东在会议室里 一掌震碎桌子的景象 直到此刻还让他们记忆犹新 如此实力恐怖的人 真要是对他们下手的话 他们可扛不住啊 陈东轻笑一声 饶有意味地说道 我之前还好奇 好端端的 我们一个小小的黄金栅 怎么会突然被朴氏财团那么大的资本盯上 看来这一切都是你们二位的功劳啊 此话一出 崔智盛崔批都是吓得一个哆嗦 你说了什么意思啊 我们怎么都听不懂啊 是啊 什么朴氏财团啊 我们听都没听说过呀 崔家父子极力否认 想要批清关系 是吗 陈东轻笑一声 戏学道 你们好歹也是管理过荆州商会的人 在州市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 怎么敢作不敢当呢 不过现在也由不得你们不承认了 因为朴智瑜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在他死之前 此话一出 崔家父子脸上全都是露出了无比惊恐的表情 这个朴智瑜竟然出卖我们 崔批想都没想 直接脱口而出 崔智盛一听崔批这话 顿时气得想骂人 他们这都还不确定 陈东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崔批却直接把话全都给说漏了 这不等于是不打自招吗 果然听到崔批的话后 陈东的脸上素季便露出了一抹冷笑 还真的是你们啊 这崔批愕然 一时没明白过来 崔智盛却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很明显 崔批这是上了陈东的当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 眼下他们最重要的 自然还是要先保住自己的小命再说 陈会长 我们以前是不懂事了 不该得罪您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千万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啊 崔智盛一脸苦涩的祈求道 陈东轻哼一声 淡淡说道 既然知道是自己不懂事 那就该为自己的不懂事付出代价 今天就给我离开周市 所有生意也都搬出周市 以后我不想再在周市 听到你们两个的名字 明白了吗 崔智盛如蒙大赦 赶忙点头说道 明白了 你放心 我们以后都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 对对对 我们今天就走 肯定走 崔批也是连连点头 对于崔家父子的回答 陈东还算满意 今天的事只当是给你们一个教训 好自为之 轻轻地拍了拍俩人的腿 陈东直接下车离去 只不过 在他下车的那一刻 脸上却是泛起了一抹狐疑之色 朴智盛如没死 真的假的 陈东本能地觉得 这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 因为他下手的轻重 自己是很有分寸的 以他当时的出手 朴智盛如是段无生还的可能才对 可是听刚才崔批话里的意思 好像又很笃定 朴智宇还活着 而且还口口声声说是新闻里看到的 陈东觉得 自己还真的有必要关注一下才是 陈东离开之后 崔智盛跟崔批父子二人才终于是如蒙大赦一般 长松了一口气 刚才那一刻 他们真的感觉自己距离死亡 只剩一步之遥了 毕竟 这可是连朴氏财团都无可奈何的存在 他们父子两个 现在就秋后地骂着 在对方面前 那是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爸 咱们真的要就这样离开周氏吗 侥幸逃过一劫之后 崔批又开始有些心有不甘起来 崔智盛又何尝不是 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周氏打拼 好不容易才有了如此的产业跟地位 结果现在陈东却要把他赶出周氏 赶出他的大本营 他自然是一万个不愿意的 想让老子离开 绝不可能 崔智盛气势汹汹地道 就算我们离开 我们的生意也肯定要继续留在这里 要不然 我们崔家未免也太好欺负了 崔批人本就不想 可就这样离开 崔智盛的话正中他的下怀 崔批随即点头附和道 爸你说的没错 咱们就不走 看看那个姓陈的能把咱们怎么着 他总不能一直盯着咱们吧 哈哈哈哈 这样一想 父子二人顿时觉得轻松了不少 甚至还决定找个洗脚城 一起去洗个脚 二十分钟后 汽车便在周氏最大的一家洗脚城门前停了下来 父子二人下车之后 满脸笑意的就要朝着门口站成一排 花枝招展的洗脚妹走了上去 可就在这时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声闷响 只见走在前面的崔批 竟是毫无征兆的一头倒在了地上 地板之上也是瞬间一片星红 跟开花了一样 这一幕直接把眼前的那些洗头小妹们都给看傻了眼 这啥情况 这咋一上来就放炮了呢 一旁的崔智盛看到眼前这一幕 也是一头雾水 赶忙冲了上去 崔批 你怎么了崔批 我的妈呀 当崔智盛看到眼前崔批的情况时 顿时吓得魂都快丢了 只见此时 崔批那左小腿以下的位置 竟是彻底爆裂开来 心红的鲜血瞬间染红了她的裤腿 那裤管以下的位置已经看不到脚 只剩下的森森白骨 崔智盛只觉得一阵头皮发麻 一时没反应过来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可还没等崔智盛想太多 又是一声闷响 前一秒还好好站在那里的崔智盛 竟然也是跟崔批一样 同样也是一头砸到在了地上 她的情况跟崔批别无二致 同样也是小腿以下的地方 直接爆裂 流了一地的鲜血 只不过 崔批的是左腿 而崔智盛 则是右腿 此时的那些洗头小妹们 依旧还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们只是觉得 这父子俩可真有意思 儿子抱了老子抱 咋的 二踢脚啊 还是那领班反应够快 赶忙冲着那些小妹说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没看到老板摔倒了吗 还不赶紧去扶一下 此话一出 那些小妹们这才赶忙冲了上去 想要搀扶 毕竟 他们可是看到 这父子俩人 刚才是坐兵力车过来的 这妥妥得有钱人啊 肯定是要给伺候好了才行啊 只是下一刻 当这些小妹们 看清这父子俩人腿上的伤势时 顿时吓得惊叫连连 二话不说 直接就又把这父子俩 给扔砸了地上 可怜崔智盛跟崔批俩人 刚刚没了腿 此刻又被扔到了地上 遭受二次伤害 简直是剧痛无比 惨叫的声音也终于是后知后觉的响起 我的腿 好疼啊 啊 救命啊 这父子俩一个比一个叫的响亮 一个比一个惨 对于他们两个来说 今天有一个坏消息 还有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 他们每个人都断了一只腿脚 以后怕事只能靠着轮椅度日了 好消息是 他们脚没了 今天的洗脚费 算是省下来了 当然相比起这些 崔智盛跟崔批更在乎的是 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 他们为什么会突然落得这个下场 还是崔智盛的反应够快 立刻就想到了什么 陈东 是陈东 崔批听到自家老爸的话 先是一愣 随即也是 立刻反应了过来 他清楚地记得 之前在车上的时候 陈东曾经拍过他跟老爸 崔智盛的腿 刚好拍的就是他的左腿 还有崔智盛的右腿 而且 当时陈东还说过 既然知道是他们不懂事 那就该为自己的不懂事付出代价 还有 陈东还说 今天的事 只当是给他们一个教训 让他们好自为之 当时 崔智盛跟崔批都还以为 陈东也就只是说说而已 然后轻易地就放他们走了 直到此刻 他们终于明白 原来陈东 早就已经留了后手啊 而事实 也的确如此 崔智盛跟崔批两个人 可是想要借朴智宇的手 除掉陈东的 就连黄金炸门垫被烧 也是因他们而起 这俩人犯下了这么大的恶果 陈东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易就放过他们 所以 刚才陈东在车上的时候 就已经在崔智盛跟崔批他们的腿上 施加了一股暗进 另外一边 陈东才崔智盛崔批那里离开之后 便开始对东韩那边的消息 进行了查询 结果一查之下 着实是让陈东惊讶不小 首先 关于那天晚上世界大厦的事情 整个东韩的大大媒体之上 竟然都没有进行任何的报道 仿佛是那天晚上 在世界大厦 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要知道 那天晚上在世界大厦 不仅死了几十个名保镖 而且还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甚至还要坠毁了好多架直升机 结果现在 大大小小所有的媒体 竟然全部都选择了沉默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当然 这必然是朴氏财团的公关成果了 在东韩 只怕也就只有像朴氏财团 这般资本雄厚 手眼通天的存在 才能够将如此严重的事件 给彻底的掩盖下来 还真是 不得不佩服朴氏财团的能力 不过 这倒是也给陈东省下了不少麻烦 至少不用担心 会被有心之人关注到了 虽然那些大小媒体之上 并没有任何的报道 不过陈东倒是在一些 东韩自媒体人那里找到了 关于那天晚上的蛛丝马迹 当然了 这些信息如今在互联网上 也早就已经看不到了 事实上 这些信息大多是在他们发布在网上之后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被彻底删除了 陈东也是通过了自己高深的黑客手段 才把这些信息的痕迹 从网上挖掘了出来 普通人对于这些信息 自然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的 随后 陈东被又对最近几天东韩那边 尤其是跟调试财团那边有关的新闻信息 进行了一番搜集 最终 陈东从这些新闻中 得到了几个重要的信息 首先 朴志宇真的没有死 而是在世界大厦那天事件的第二天 就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了大众面前 这样的消息 简直让陈东都感觉像是见了鬼一样的不可思议 毕竟 以陈东那天的手段 完全足以让朴志宇逼命的 结果现在 朴志宇不仅安然无恙 甚至还跟个没事人一样地出现在大众面前 这不是见鬼了是什么 不过很快 陈东就在网上找到了答案 根据某位神力人知情人的透露 说是朴志宇在世界大厦事件当天晚上 其实是受了重伤的 可是因为吃了老爸朴光泰给的大还单 所以才当场脱离了危险 甚至能够直接下床行走 除此之外 这位神力人还透露了许多医院现场当时的细节 当然 这些信息也都早就已经被彻底删除 在看到了这条消息之后 陈东也是不由的眉头一挑 大还单 陈东精通医术 自然很清楚这种东西是什么 只不过 想要炼制出这种大还单 不仅需要极为高深的医术 而且所需要的药材 也不是普通人能够得到的 就连炼制过程 也是十分苛刻 绝非普通人能够做到 简单地说 像是大还单这种东西 是不应该存在于普通人的世界之中的 除非是来自于银武界 没错 也就只有银武界中 才有可能会有人有这个能力 能够炼制出大还单 而且还是极少数人才能办到 如今 如此难得的大还单 却出现在了朴氏财团的手中 甚至还在关键时刻 救了朴智宇一命 看来 这朴智宇 还真是够命大的 原本 信息追查到这里 陈东已经算是得到了 自己想要的答案 也应该到此结束了 不过这时 陈东却又不经意间 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重磅消息 东韩财团会长朴光泰 因为心脏病突发 在家中不治身亡 而时间 刚好就是在世界大厦事件的第二天 前一天晚上 才刚把自己的救命要大还单 给了儿子朴智宇续命 结果第二天 就撒手人寰 这时间上 未免也太巧合了一些 而且 新闻上还说 朴光泰死后 朴智财团便按照朴光泰之前 留下的遗嘱 直接由儿子朴智宇来继承 如今的朴智宇 已经顺理成章的 成为了朴智财团的新任会长 以陈东的心智 在看到了这些新闻之后 心中自然已经有了判断 只怕朴光泰的死 并没有那么简单啊 有意思 陈东看着屏幕上朴智宇的照片 嘴角不禁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意 同时 一个比杀掉朴智宇 报复朴实财团更大的杨某 也已经在陈东的心中 悄然成形 只是 让陈东没想到的是 他这边的杨某 还没付诸实施 朴智宇那边的报复 却已经率先来到了 在淮城黄金闸总店 重新营业之后没多久 布局在周市各县的其他石家黄金闸分店 也终于在同一天 同时宣布开始营业 一时间 整个周市彻底掀起了一股黄金炸的风暴 黄金炸的生意一夜之间彻底火爆了起来 营业数据也是节节攀升 影响力也是瞬间提升 在此之前 淮城黄金闸总店的生意虽然也很好 可毕竟是有些独目难知 所带来的影响力终归有限 可是现在 整个周市的所有县市 都已经有了黄金炸的分店 这一下 黄金炸的影响力 瞬间呈几何倍数上升 直接辐射到了周围几个地级市 整个江南省 甚至周围几个省 也都已经对黄金炸的名字如雷贯耳 甚至有人为了能够尝一尝 这个传说中州市的美食 竟然驱车上千公里 从外省赶了过来 一时间 黄金炸名利双收 风光无两 梁天佑 袁启明 他们这些分店的加盟商 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他们手里虽然只是握着一家 小小的门店而已 可所带来的收益 绝对是不容小觑的 他们现在真是万分庆幸 当时他们及时跟随陈东 加入了富州商会 要不然 也不会有今天的收获 只是 正当所有人为黄金炸的 成功欢欣鼓舞这时 黄金炸却又突发变故 而这一次的变故 虽然没人受伤 也没有造成门店的损毁 可对于黄金炸的生意 确实产生了致命的伤害 这天 陈东正在家里休息 随即便接到了梁天佑的电话 陈总 不好了 我这边的黄金炸分店出事了 陈东眉头一皱 赶忙说道 先别急 慢慢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梁天佑急切地道 我这边的黄金炸分店 旁边一夜之间 多出了十几家炸鸡店 这些炸鸡店里的东西 质量还算可以 看价格 却要比我们黄金炸低了好多 甚至远低于市场价 今天这些炸鸡店刚一开业 就大搞活动 直接导致我们这边的客流量腰斩 今天的营业额肯定也要减半啊 听到这话 陈东脸色顿时一阵阴沉 自从黄金炸带火了周市这边的炸鸡行业之后 周市的确还出现了不少的炸鸡门店 这些门店也有一些 是选择开在了黄金炸的周围 说白了就是想要蹭黄金炸的热度 希望给那些食客们更多的选择 这些都属于正常竞争 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可是梁天又说的这些 显然已经不在正常竞争的范畴 十几家店同时出现在黄金炸旁边 而且还以远低于市场价的方式对外出售 这摆明了 就是想要故意分走黄金炸的客流量 这根本已经不能称之为竞争了 而完全是一种围剿了 这时 只听梁天又又接着说道 这种事情不只是发生在我那边一家 我刚才已经问过了 袁清明还有孙勇他们的黄金炸分店那边 也同样都出现了相同的事情 陈总 这分明就是有人故意为之 是故意想搞死我们黄金炸呀 陈东陈生问道 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吗 梁天又说道 差不多清楚了 那些开在黄金炸旁边的门店 基本上都是东韩那边的品牌 我已经查过了 那些品牌背后都属于同一个东家 那就是 调氏财团 陈东随口道 梁天又愕然 你怎么知道 陈东不知可否 嘴角却已经露出了一抹冷笑 调氏财团 竟然又是普氏财团 陈东随即便把自己的计划 告诉给了梁天又 听了陈东的讲述之后 梁天又顿时眼前一亮 显得很是激动 陈总 你这个办法好啊 你这一招 属于是釜底抽薪 指导黄龙啊 高 实在是高啊 尽管是隔着电话 梁天又都忍不住地 给陈东竖起了大拇指 陈东轻笑一声 这么说来 梁总是同意我这个办法了 梁天又想都没想 就直接说道 同意 当然同意 我之前都说过了 我梁天又永远以陈总马首是瞻 不管陈总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梁天又肯定都会第一个支持 这次也是一样 我梁天又不才 愿意给陈总当这个马前卒 不只是我 袁齐林孙永 还有整个富州商会的所有人 都愿意听从陈总的差遣 听了梁天又的表态 陈东满意地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剩下的事就交给梁总来操作了 梁天又赶忙说道 陈总放心 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做好 用不了多久 就要让朴氏财团人知道疼 挂了电话 陈东的眼神中带着一抹戏血 朴氏财团是吧 玩商战是吧 我陈东 这次就陪你们玩到底 半个月后 大洋彼岸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一处未被开发的私人小岛之上 这里隶属于巴哈马岛的海域 不仅风景秀丽 气候宜人 而且还有着清澈的海水 距离主流的旅游区域 有着一定的距离 十分安静 不需要担心会被外人打扰 绝对是一处绝佳的休闲圣地 此时 就在这沙滩与海水的环绕之下 一个身影悠闲地躺在躺椅上 喝着清凉的果汁 舒爽至极 这个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朴志宇 这段时间 朴志宇的生活相比之前 可谓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老爸朴光泰死后 他直接接替朴光泰 成为了普世财团的掌舵人 如今 他想做什么事情 再也不需要看其他人的脸色 也不用再担心自己的银行卡 会有被刷爆的风险 现在的他 有着花不完的钱 使不尽的权力 日不完的女人 朴志宇只感觉 自己爽得简直都快成仙了 权力上的增强 以及精神上的舒爽 让朴志宇的心气 也是逐渐地膨胀 他现在最耿耿于怀的 一共有两件事情 一件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朴再旭 也就是朴氏财团中 除了他之外 最有可能继承朴氏财团 会长之位的女人 虽然朴志宇现在已经成功上位 可只要有朴再旭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在 朴志宇就感觉自己的位置还不够安全 所以所稳妥的办法 就是要想办法除掉他 除掉朴再旭这个潜在的威胁 这个行动其实早就应该辅助实施了 只不过之前朴志宇成为会长之后 一直都在忙活着 朴氏财团内部权力整合的事情 再加上朴光泰刚死没多久 若是再把朴再旭搞死了 难免会引起外人的猜疑 所以朴志宇才一直都没有去办这件事 不过现在半个月已经过去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朴志宇也终于决定 最近就要对朴再旭下手了 事实上朴再旭这边也就只是小问题而已 毕竟朴再旭就只是一个普通人 在朴氏财团内部也没什么根基 随随便便找几个杀手 也就能轻松搞死了 真正让朴志宇头疼的 还是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陈东 这也是让朴志宇耿耿于怀的另外一件事 陈东不仅带给了朴志宇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而且还差点把朴志宇送上死路 这个仇要是不报 朴志宇这辈子都会觉得不爽 不过朴志宇也很清楚 陈东的实力太过恐怖 若是贸然报仇的话 他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所以朴志宇的计划是 暂时先不动陈东 只是先去从生意上面进行报复 陈东最在意的 不就是黄金炸吗 那他就先把黄金炸彻底搞死 先让陈东从生意上肉疼肉疼再说 当然从生意上报复 这才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要杀了陈东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朴志宇已经花费重金 开始搜罗强者 他现在之所以在这个岛屿之上 可不单单只是休假放松这么简单 除了因为这里远离东寒跟龙国 能够保证他的安全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要找个强者就在这米国 不得不说 为了能够除掉陈东这个仇人 朴志宇这一次 绝对真的算是忍辱负重了 不过在朴志宇看来 这短暂的隐忍还是很值得的 因为他已经得到消息 这半个月以来 在朴志财团旗下那些炸鸡品牌的低价围剿之下 黄金炸的生意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营业额也就只剩下之前的三成而已 虽然为了黄金炸 那些炸鸡品牌每天也都承受着不小的损失 可谓是商敌一千自损八百 可那又如何呢 那些炸鸡品牌背后是朴志财团 而他的朴志财团有的是钱 至于黄金炸 绝对是没有那么大的家底 跟他朴实财团耗下去的 长此以往 等待着黄金炸的也就只有一个后果 那就是营业额越来越低 直至倒闭 陈东 这一次 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斗 看着眼前汹涌澎湃的大海 朴志宇眼神中满是自信与阴狠 只觉得胜券已然在握 可就在这时 朴志宇的卫星电话忽然响了起来 一个保镖赶忙将电话递了过来 喂 什么事 朴志宇声音傲慢地说道 电话那头立刻传来了尹太荣的声音 尹太荣一直都是朴志宇最忠实的奴才 现在朴志宇上位 尹太荣在朴实财团内的地位 也是水涨船高 仍旧是很受朴志宇的信任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交给尹太荣来负责的 其中就包括派遣炸鸡品牌 围剿黄金炸的事情 不过此时 尹太荣的声音 却是显得很是急切 会长 不好了 出大事了 朴志宇一脸不耐地道 急你妈急呀 天塌下来了 还是咋的 给老子慢慢说 当了会长之后 朴志宇摆的谱也比之前大了不少 主打的就是一个稳如泰山 临危不乱 在他看来 这才是身为朴实财团会长 该有的大人物气质 尹太荣无奈 只好压着性子说道 会长 您不是让我派咱们的炸鸡品牌 去龙国围剿黄金炸吗 是啊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那个姓陈的黄金炸 是不是已经撑得下去了 哈哈哈 朴志宇很是得意 尹太荣却是叹了口气 一脸苦涩地道 不是啊 会长 不是黄金炸撑不下去了 是我们要撑不下去了呀 朴志宇一听这话 顿时气得想骂人 去你妈的 那些炸鸡品牌背后 都有我们调食财团撑腰 我们调食财团家大业大 怎么可能会撑不下去 不就是让你好死黄金炸吗 咱们千亿资产 耗死那几家小门店 很难吗 在朴志宇眼里 尹太荣就是个蠢货 此时的尹太荣却是万分委屈 赶忙说道 会长 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围剿黄金炸 而是黄金炸在围剿我们啊 什么 朴志宇先是一愣 随即吃笑出声 不屑地道 黄金炸总共就那十家分店 算上总店也就十一家门店 就这么点门店 还想围剿我们 你逗老子呢 对于尹太荣的话 朴志宇完全不信 尹太荣却是十分笃定 会长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黄金炸现在已经不单单 只是那十一家门店 而是一夜之间又多了十家门店 不仅如此 这些门店全都开在了我们汉城啊 什么 这一下 朴志宇彻底傻了眼 他做梦都没想到 竟然会发生这种事 要知道 汉城乃至于整个东韩的炸鸡行业 基本上都已经被他们调食财团垄断 在汉城这边 已经有好多年 没有出现过其他品牌的炸鸡了 结果现在陈东竟然把黄金炸直接开在了汉城 这等于是往他心窝子里捅刀子啊 最关键的是 那黄金炸的味道 朴志宇是十分清楚的 尽管朴志宇心动不响 可他也不得不承认 黄金炸里做出来的炸鸡 绝对要比他们调食财团旗下的那些炸鸡品牌 都要好吃 几乎可以说是秒杀 现在黄金炸直接把店开在了汉城 这一次 怕是整个汉城的炸鸡行业都要为之震动了 事实上 朴志宇的猜想完全正确 他此刻人并不在汉城 如果在的话 必然是能够看到黄金炸火爆全城的壮观场面 朴志财团不是要通过低价围剿 把黄金炸鳄杀在周市吗 那陈东就带着黄金炸突围 直接捅了朴志财团的老窝 反正 陈东本来的打算 就是要将黄金炸做大座墙 走上世界的 只不过 现在这个计划 在朴志财团的围剿之下 被迫提前了 既然如此 那就杀他的天翻地覆好了 出口第一件 先斩朴家人 事实上 黄金炸在汉城的那十家分店 早在三年之前 就已经开始营业了 没错 从开始营业 到火爆全城 黄金炸 只用了三天而已 陈东很清楚 汉城这边的炸鸡品牌不计其数 想要从这么多的炸鸡品牌中杀出来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而黄金炸最大的优势 就是味道足够好 陈东有自信 但凡那些食客们 品尝过一口黄金炸的味道之后 他们就绝对抛弃其他的炸鸡品牌 彻底地喜欢上黄金炸 因为其他那些炸鸡品牌的味道 在黄金炸面前 实在是太过普通 太过逊色了 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怎么才能让那些食客们 心甘情愿地品尝到第一口黄金炸 陈东的做法也很简单粗暴 那就是在大街上白送 没错 只有白送的东西 才很少有人会拒绝 才能够在那么多炸鸡品牌的包围之下 杀出一条血路 这自然是要有一定的花费的 不过花费也并不是很多 因为陈东对于那些白送的黄金炸 专门做出了要求 那就是 所有送出的黄金炸 都使用专门订做的包装盒 这些包装盒都是十分迷你 里面赠送的黄金炸更是迷你 只有一颗核桃般大小 这倒不是陈东小气 而是故意为之 因为陈东对于顾客的心理 还是十分了解的 其实越是白送的东西 他们反倒会越觉得廉价 你送的越多 就越显得你贱 越显得你不值钱 就像是一个大美女 她越是对你头怀送抱 你反倒会觉得她太过轻浮 反而是越对你高冷 你就越会觉得她高冷神秘 除此之外 陈东之所以把赠品做得如此小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为了故意撩拨食客的味蕾 黄金炸的味道是十分美味 可要是一下子让他们吃到饱 他们反倒是没那么期待了 而现在 陈东就只让他们尝上一口 浅尝折止 才会让食客们更有期待 这其中的奥妙 有过女朋友的相信都能明白 陈东就是故意通过这种方式 聊过那些食客们上钩 让他们犹如白爪挠心 心中发痒 若是不能更进一步 好好地来个痛快 他们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所谓的生意 其实玩的都是心理 本就是老板与顾客之间的一种博弈 陈东当年身处豪能的时候 耳濡目染间 接触到的全都是各式各样的顶级商人 见过的也皆是大大小小的商界场面 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成长起来 陈东在商业方面的头脑 自然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比拟 至于黄金炸的营销策略 你以为派送了赠品就算是结束了吗 当然不是 陈东还有最后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这关键就是这些赠品的包装盒上 陈东让人在这所有的包装盒上 除了印有黄金炸在汉城的十家门店地址之外 还都印上了一个二维码 只要拿着这个包装盒 前往最近的黄金炸门店就餐 就能享受七折的优惠 那些食客们尝过一口黄金炸的味道之后 原本就想要再继续品尝到黄金炸的美味 现在陈东不仅把地址给了他们 而且还可以给他们打七折 这就相当于是在他们瞌睡的时候 给他们递上了枕头 那些食客们自然是想都不想 就直接去了 如此一来 黄金炸的客流量便瞬间就得到了提升 这也正是黄金炸能够在短短三天的时间 迅速引爆全城的主要原因 除了免费赠送赠品之外 陈东还花钱找来了东韩的那些美食博主前来探店 然后在短视频以及互联网上 又进行了一波宣传 如此一来 黄金炸的人气便被瞬间炒了起来 一时之间 整个汉城便掀起了争相品尝黄金炸的热炒 这一幕 与当初黄金炸在淮城爆火时的景象如出一辙 甚至要更甚了几分 因为汉城这边有一点是与淮城不同的 那就是汉城这边的炸鸡行业一直以来都在承受着瓢石财团的垄断 汉城这边的顾客们平日里吃来吃去都逃不脱瓢石财团的手掌心 能够吃到的永远都是那几家普世财团旗下的炸鸡品牌 这么多年 那些顾客们就算是对于这些炸鸡品牌再怎么喜欢 也都已经有些厌倦了他们的口味 毕竟还没吃到嘴里 你的味蕾就已经知道了这一口吃下去的味道 那还能有什么吸引力 嗯 这一点 有过女朋友的 同样也都深有体会 而就在这个时候 平地一生雷 黄金炸这种来自于神秘大国的美味 忽然空降汉城 再加上黄金炸那本就扎实的美味 给汉城百姓带来的震撼 可想而知 毫不夸张地说 对于那些汉城的顾客们来说 黄金炸的到来 简直就相当于是九汉逢甘霖一般 那些食客们心中被压抑了多年的 对于美味炸鸡的追求 瞬间就被唤醒 如此一来 他们便会展开报复性的消费 把积压了多年的情感 全部都用在了黄金炸的身上 因此 黄金炸的火爆程度 可想而知 只不过 黄金炸的生意是火爆了 可朴氏财团就惨了 那些炸鸡门店 原本生意还好好的 结果一夜之间 他们就发现 客流量直接腰斩 大部分的食客 全都涌到了黄金炸那边 即便是留在这些门店的食客 也都完全是出于无奈之举 只是因为他们觉得 黄金炸那边的客流量太多 所以才退而求其次 选择了这些门店 而他们一边吃这些门店的炸鸡 一边却又觉得索然无味 口中讨论着的 全都黄金炸那边的炸鸡 多么多么的好吃 这样的言论 听在那些门店工作人员耳中 等于是直接打他们的脸了 这样的客人还不如不来 这不单单只是一家两家门店的问题 而是朴氏财团在汉城这边开设的所有炸鸡门店 都是如此 可以说 黄金炸是凭借一己之力 围剿了朴氏财团旗下的所有炸鸡品牌 反杀 这一次 朴氏财团彻底被黄金炸给反杀了 此时 听着尹泰荣讲述着 如今黄金炸在汉城的火爆程度 朴氏与气的牙根子直痒痒 他花了这么大的成本 本以为这次能够将黄金炸给彻底扼杀的 结果没想到 非但没把黄金炸杀死 反倒是给他们自己招来了这么大的麻烦 要知道炸鸡对于朴氏财团来说 是立身之本 是整个朴氏财团的根基 若是把炸鸡市场给丢了 那对于朴氏财团来说 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此时的尹泰荣也是急得不行 像炸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急切地倒 会长 现在整个汉城的所有人 男女老少都跟疯了一样 都已经喜欢上黄金炸 照这个速度 咱们朴氏财团旗下的那些炸鸡品牌 怕是很快就要面临倒闭的风险啊 咱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 朴氏宇一听这话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怎么办怎么办 老子怎么知道该怎么办 让你们对付一个小小的黄金炸 结果却搞成了这个样子 现在却跑过来问老子该怎么办 老子要是什么都知道该怎么办 那还要你们有什么用 朴氏宇上来就是劈头盖脸 一通怒骂 直骂的尹泰荣狗血淋头 好在尹泰荣跟在朴氏宇身边正多年 别的本领没学会 挨骂的本领 倒是早就已经炉火纯青 就这种程度的辱骂 根本连尹泰荣的皮毛都伤害不了 随后 只听尹泰荣低声说道 会长 其实我这边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不知道合不合适 还需要您来定夺呀 朴氏宇顿时气得不行 一脸不耐地说道 尹泰荣 我看你他妈是诚心找骂是吧 既然有办法 不早点说 说 到底是什么办法 尹泰荣顿了顿 随即试探着说道 让金阳帮去办这件事 会长觉得怎么样 金阳帮 听到这个名字 朴智宇先是一愣 脸上随即露出一抹玩味 金阳帮是整个汉城 乃至于整个东韩最大的帮派 势力极大 金阳帮的老大韩再勇 更是向来以狠蜡著称 除此之外 韩再勇因为经常替各大财团 处理各种见不得光的事物 所以又被称作为财团的黑手套 在此之前 只要是韩再勇接手的事物 都从来没有搞不定的 尹泰荣这次想到 把对付黄金炸的事情 交给韩再勇来做 就是看中了韩再勇在这方面的能力 朴智吕对于韩再勇跟金阳帮 自然也是听说过的 此刻听到尹泰荣的提议 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可以 对付黄金炸的事情 就交给韩再勇来办吧 得到朴智吕的首肯 尹泰荣也是兴奋不已 赶忙说道 好的 会长 我现在就去联系韩再勇 一定让他把事情给咱们办好 尹泰荣说完 就打算要挂电话 这时 朴智吕却又想到了什么 随机说道 对了 把朴再勇的事情 也一并交给韩再勇来办好了 记住 一定要办得神不知鬼不觉 听懂了吗 韩再勇这个人 之所以如此受到各大财团的青睐 除了因为心狠手辣 办事力所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口风比较严 虽然他已经给各大财团 当了这么多年的黑手套 可却从来也没有人知道 那些事情究竟是什么人交给韩再勇办的 由此可见 这个人的口风到底有多严 把暗杀朴再勇的事情交给韩再勇 朴智吕也是比较放心 尹泰荣立刻就明白了朴智吕话里的意思 赶忙点头说道 我懂了会长 您放心 黄金炸的事 还有朴智吕的事 一定都会让您满意的 挂了电话 朴智吕嘴角上扬 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意 先解决掉黄金炸 再解决朴在序 这一次 算是一举两得了 烦恼的事情终于得以解决 朴智吕顿时心情大好 他一把将卫星电话 丢给旁边的保镖 随即说道 打电话 找几个米国的模特过来陪我 好的会长 二十分钟后 一架水上飞机 便飞行到了岛屿的上空 在水面上 经过一阵滑翔减速之后 水上飞机便稳稳地停靠在了海岸之上 舱门打开 几个金发闭眼 身材火爆的米国女郎 便扭动着婀娜的身姿 从飞机上走了下来 朴智吕随便勾了勾手指 这几个米国知名的国际超模 便满脸笑意地 便朝着朴智吕扑了上去 一时间 整个岛屿之上 一片迷情风光 没错 对于这位豪门继承人来说 这又是枯燥乏味的一天 在朴智吕享受着幸福生活的时候 尹太隆那边 已经按照他的命令安排好了一切 第二天的汉城 风云已然骤变 位于汉城市中心的一家黄金闸分店 此时 整个黄金闸门店内部彻底人满为患 就连店门之外 也是拍起了长队 生意异常的火爆 这里属于汉城中心区域的中心 占据着极为有力的地理位置 人气也是最为火爆的 也是黄金炸在汉城这边的主力军 事实上 那天在得到了陈东的授意之后 梁天佑便将原器民孙勇他们几位黄金炸的代理商召集了起来 商量着在东韩开设分店的事情 原器民他们一听是陈东的意思 立刻就举双手赞同 而开设在汉城的这十家分店 便是出自于梁天佑原器民他们之手 而眼前的这家门店便是出自于梁天佑的手笔 今天梁天佑带着任器民孙勇他们 也专程从龙国赶了过来 视察门店 虽然他们在国内的时候 就已经得到了黄金炸在东韩大麦的消息 可此刻亲眼看到还是被震撼的不小 要知道这里可是东韩啊 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就是炸鸡的天堂 结果现在他们黄金炸不仅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而且还把东韩本土的这些炸鸡品牌 全部都踩在了脚底下 这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最关键的是 他们不仅开拓了国际市场 而且还解决了周氏那边被围剿的问题 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为为旧赵吗 兵法呀老哥 一时间梁天佑圆其名他们 都是从心底对陈东佩服的五体投地 遇之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